三位掌门人来到牢山风月山庄 看见袁崇武和血手四位的尸首时 竟然恶然了 见五个人的状态丝毫不想撕搏过 神态安详 袁崇武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显然既不是遇害也不是抱病而逝 五个人不会同时抱病而逝 况且也不会脸上无一丝痛苦的神色 剩下的可能就是中毒身亡 中毒就是被害 被害就是有凶手 三掌门面面相去 他们虽然基本肯定 袁崇武和四个侍卫是中毒身亡 但死者的神态安详 身形又无一状 他们竟不知是中了什么毒 三掌门离开袁崇武的书房 心情沉重 神色黯然 回到了前厅 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 袁崇武家人 以及神武教众首领 人们仿佛已经枯干了泪水 此刻 在每个人的眼里 燃烧的是复仇的火焰 怎么样 三掌门一进前厅 水利娘便第一个轻声问道 古三亿环视众人一眼 未贪道 袁大侠五人 皆是中毒神亡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 是遇害 人们眼中复仇的火焰更迟 古三亿又缓缓道 但我们三个老朽无能 尚查遍不出 他们种的是何种毒药 所以也无法指明 谋害者可能是哪方面的人 水利娘急切地带着哭腔道 凭三位这样的前辈 也查遍不出 那 那怎么办呀 他们岂非冤沉大海了 上官欲定 复生冷冷道 查不出凶手 纵然我们有天大的能力 又怎么为总舵主复仇啊 而本教二十多万教徒 竟不能为总舵主报仇血恨 朕该人人自问 否则还有何颜面 见天下英雄 古三亿道 虽然我们三个老朽无能为力 但我可以保举一人 他可以查出 谋害袁大侠的凶手 并有希望为袁大侠报仇血恨 恐怕天底下 也只有这个人能够做到 虽然你们神武教云云之众 但在这件事上 怕也派上用场的不多 这个人是谁 古三亿望着少林和武当的两位掌门 我说的这个人 想必你们也心里清楚 丹顶道长陈生道 非他莫属 明禅大师也道 只怕寻他不易啊 寻到了他 恐怕他也不肯出山 古三亿转手环顾了众人一眼 一字一句道 我说的这个人 就是西年与袁大侠并驾齐驱 不分伯仲的天雄侠江远峰 对呀 我们怎么没想起来呢 江大侠西年名声 并不逊于宠物 只是怕他不肯 你是说他和袁大侠曾是一对情敌 西年他俩都爱过 一个叫邢婉柔的女子吗 后来听说江大侠 正因情场失忆才封道 引记不出的 他能不恨宠物吗 而那邢婉柔 也不知归隐何处 谁也不知 他因何气了江大侠 又离开宠物 那个邢婉柔 当时也太过引人注目 他的归隐 并是怕为袁大侠带来诸多不便 当时连皇帝都派出人手 四处寻找他 他应该想到 在袁大侠身边的后果 也许 因为邢婉柔离开了宠物 江大侠会谅解他 只是 又何处寻找江大侠呢 上官预定也附声道 说得是啊 听说宝刀王已经引记十七八年了 谁还会记得他的踪迹 也不知要寻到何年何月 凶手要死了 找到宝刀王也是枉然啊 还好在天下 有一个人知道江大侠的隐居之处 我有幸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这寻找江大侠 并设法请他出山的事 就交给老夫吧 现在 有两件事要你们办 一 是把袁大侠 以及四侍卫的尸首 入莲掩埋了 至于死者中毒后的症状 我们会转告江大侠 二是请你们六位相助 原来驻守哪一生 立即动身返回 以控制本堂教徒 不可惹是生非 轻举妄动 在江大侠出山之前 各堂还要像以前一样 避免人心浮动 待查出并承办了凶手之后 再另选总舵主 不知四位夫人有何意义 水利娘 东方朱 冷血玉和柳碧瑶 都摇着头说 并无异议 在新的总舵主 未选出之前 该教中的一切事物 暂由四位夫人 代为管理 各堂不可擅自行事 违背四夫人 一等于违背原总舵主 若有谁 敢目中无四夫人 从中叛乱 咱们有言在先 我们少林 武当和丐帮三派 会主持会道 代为平服 现在你们六位乡主 可以走了 护庄统领和金牌六护卫 你们也要好自守护山庄 尽职尽责 六堂主 闻言之后 逐一向三位掌门 和四位夫人施礼 然后转身离去 护院两统领和金牌六护卫 也随之离去 见众人离去 古三义问水里娘道 古庄统领和金牌护卫 可是总舵主亲信之人吗 水龙泉乃是我胞弟 元氏义是总舵主的堂职 六护卫 也都是可信忠诚之人 我们所以要先遣六乡主返回本部 知空留在庄里发生内乱 这六人中 难说没有心机狡诈之辈 欲趁机谋夺教主之位 那么将来难以收拾 待我们离去后 你们便把袁大侠入殓 固守山庄 等候江大侠的消息 若那堂乡主叛乱 可传令别的乡堂去平复 若群起叛乱 你们便撤离山庄 派人传信给我们三人 我们会召集天下群雄 一举平复 四位夫人频频点头 暗暗探服 这老教话想得周到 古三义又道 有一样东西 也许你们注意到了 那就是袁大侠得到的 用兵宝典 千万不能遗失 更不能落入歹人之手 可总舵主 从未提及宝典藏在何处呀 我们要保护也不知 冷玉学脱口道 水三娘道 也许就藏在他书房某处 仔细查询会找到的 古三义转身 对另外两个掌门 明产大师和丹顶道 你们二位回山吧 我即刻动身 去寻找江大侠 眼见天又黑了 三位前辈吃过饭了 再下山吧 你们帮了我们的忙 我们真是感谢呀 先别忙感谢 等我们找到了江远锋 他查出凶手 并被袁大侠报了仇时 再感谢我们也不迟 说完便和少林 武当两掌门走出厅堂 扬长而去 望着三个人离去的背影 水利娘喃喃道 但愿这老教花子 能早点找到江大侠 冷玉学未探道 他们把那个江远锋 吹得神乎其神 但愿他不会令咱们失望 你们三位都没见过江大侠吗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想必闲暇时 总舵主也跟你们谈及过他吧 他是总舵主一生 最为敬佩的人 这样的了不起人物 我倒真想早点见到他 看他是何母样 哎呀 人怕见面 说不定见到他时 他愿不像人们吹得那样 东方主道 既然三大掌门和总舵主 都对他那么看重 想来这个人必是了不起 但我想不明白 一个如何了不起的人物 怎么经为一个行宛柔 就封刀江湖 不再复出了呢 咱们也别在这闲聊了 总舵主的后世还 水利娘说到这里 便哽咽了 泪水又流了出来 另外三位夫人 也随之神色黯然 泪水情况 徒子伤怀难过 英雄常事 家人洒泪 夜朦胧 何处密情浓 空冷清 几多带雨梨花 任飘零 泰山 五月之首 木外沉沉 一缕吹烟 飘散空中 吹烟出自两间茅屋 茅屋坐落在幽静的山坳里 一个黑影奔来 像一只大鸟掠进茅屋 稳住身形 凑近眸的小窗望进去 屋内 一灯如豆 以黑人 面壁而坐 宛如木雕泥塑 双眼直视墙壁 痴痴出身 墙壁上 赫然挂着一幅 女子的画像 乃白涓所致 画上 女子 栩栩如生 巧笑 欠兮 美目叛兮 端得迷人 屋外的黑影见了 轻轻咳嗽一声 屋内黑衣人 徒子一动不动 淡淡一笑道 老兄 来了不进屋 在搞什么鬼啊 屋外黑衣人 哈哈一笑 痴痴迷迷 呆呆傻傻 真个是 义军心似西江水 日夜东流 无些时啊 话音未落 人已进了茅屋 灯下赫然是一坛 抱着酒坛的老教花子 面壁而坐的黑衣人 缓缓站起 转身望着他 淡淡笑道 寂寂默默 冷冷清清 此真是流浪已恨 彭山远 更隔彭山一万重 老教花文言 放下酒坛 拍掌教道 对得好 老兄 别来无恙啊 老兄 别闻蹭蹭的了 多别扭 是不是 吃上几顿饱饭 撑着了 你这鼻子 也怪好使的 我刚炖了两只山鸡 你这就闻香来了 若不见你带了酒 我一定要赶你出去 好了 现在你的鸡 我的酒 咱们到公平 今日不醉不休 乖乖 真是了不得 我大老远地来 为你送酒 你竟说我馋你的鸡 兔呀鸡呀什么的 多的是 一弯腰就能抓住 十只八只 可酒却不容易弄到 若非我送来了酒 你只能咽口水 只能瞧着家人的 画像发呆 所以 这并不公平啊 算你的酒珍贵 总该行了吧 下次你再来 就是不带酒 我也让你白吃一顿鸡 如何呀 这还差不多 只是我每次来 都忘不了带酒 可你并不是每次 都给我吃鸡呀 所以说 还是你欠我的时候多些 是不是 你再啰嗦 只怕我的鸡 要顿过时了 不是你的鸡顿过时了 是你的酒虫啊 要从嘴里爬出来喽 说着 坐在地上的瘦皮上 把酒坛子 往怀里一抱 拿酒来 还得我这客人 自己动手啊 你去拿碗真酒 我去把锅里的鸡取出来 鸡一人一只 酒可是得多喝多得呀 老叫花子嘟弄了一句 便到了乌角的一个皮囊里 摸出了两个大碗 摆在了酒坛子旁边 然后 起开弹嘴 抱着酒坛 蒸满了两个大碗 酒刚蒸完 一只熟鸡 已经递到了嘴边 一张嘴咬了一口 黑一人一松手 那鸡便被老叫花叼住了 而他两个手 还抱着酒坛没放下 黑一人见了淡淡一笑 伸出空着的左手 端起其中的酒碗 一饮而尽 等老叫花子放下酒坛 腾出手 去取嘴上叼住的鸡时 另一碗酒 也被黑一人喝下肚去了 朝老叫花子笑道 我的鸡已经给你吃了 你怎么不满酒呢 老叫花咽下一口鸡肉 我分明满了两碗酒 诶 可这两个碗分明空空的 你另吸你的酒吗 老叫花低头一看 两碗酒果然是低酒不剩 直到是被黑一人抢先喝了 诶 你先占了我便宜 说着 又把鸡叼在嘴上 腾出双手抱过酒坛子 满了两碗酒 而他满一碗 黑一人便抢过去喝一碗 待两碗真完 黑一人 已把两碗喝尽了 又摆在那里 老叫花嘴里叼着鸡 说不出话来 双手抱着坛子 又抽不住手 阻止黑一人 正想一手指酒坛 一手去夺酒碗时 黑一人 已经喝光了碗中酒 纵然夺下 也是空碗 所以把酒坛子放下 右手取下嘴上叼着的鸡 老兄 你已经白喝了四碗了 只吃了一块鸡肉 鸡在你的手里 吃不吃是你的事 怎么还不针灸 老叫花在手里的鸡 不愿放下 只因地上是瘦皮 拱放在上面 沾上瘦毛弄脏 而一只手又无法针灸 针灑一滴 又绝可惜 若两手去抱着 还真怕黑一人 抢过去喝 便道 你来针灸 我也会抢酒喝 你让我来针酒 不后悔吗 这有什么后悔的 黑一人淡淡一笑 伸右手 接住酒坛子 轻轻一提 送到嘴边 用牙叼住坛边 猛地一吸 坛里的酒 成了一条水线 直入口中 老叫花一正 吃到上当了 连忙伸手去夺 黑一人右手一伸 把手里的鸡 塞入他伸过的手里 老叫花急忙 用嘴叼住一只鸡 又腾出手 欲夺酒坛 而这时 黑一人 已将坛中的酒吸光 左手取下嘴上酒坛 往老叫花的手里一塞 顺势一手夺下 他嘴上叼着的鸡 咬了一口笑道 鸡本来是一人一只 酒多喝多得 老叫花子夺过酒坛一看 坛内一空 傲丧道 老兄 这酒 黑一人徒子不看他 低头吃鸡 老叫花把酒坛子 丢在一旁又道 你喝光了酒 两只鸡都该归我 那才公平 黑一人嘴里嚼着鸡肉 也不答话 伸手朝锅指了指 又伸出了两个指头 显然说锅里还有两只鸡 老叫花一听哈哈大笑 原来锅里还有两只鸡呀 难怪你这么没命地吃 你想吃完一只再吃一只 哼 我可不那么傻 要等你吃完 说着站起身 走到锅前 掀开锅盖木板 锅里 哪有鸡呀 分明是一锅热水 转身再看黑一人 已经吃光了一只鸡 正朝着他得意微笑呢 老兄 你 你这锅里是水 没水怎么炖鸡呢 我是说 明天 我还要炖两只鸡 今日 我喝醉了 你什么也别跟我说 要想说话 明天 再拿酒来 说完眼睛一闭 一头倒下 徒子睡去 哎 你这家伙 好吧 说定了 明晚再炖两只鸡等我 黑人 带老叫花一离开 便睁开眼睛 缓缓坐起 面对墙上那女子的画像 淡淡道 宛柔 只怕我们 在这里待不长了 第二天傍晚 那个老叫花子 果然又来了 这次 他提来了两个酒坛子 到茅屋外面的时候 轻轻地 将一个酒坛子 放在了窗下 然后 双手抱着一个酒坛 走进了茅屋 茅屋里 黑人依然面壁而坐 听他进来 便缓缓站起 转身望着老叫花子 你果然又带酒来了 很好 老叫花朝黑衣人 狡黠一笑 炖气了吗 你没闻到香味吗 早炖好多时了 若不是为了等你 我早就吃光了 那好得很 我来时 已在酒店吃足了酒 这一坛子酒 不想跟你争 只想吃鸡 你想用酒 来换我的鸡 你不怕吃亏吗 酒可是 从鸡巴里外搬来的 而鸡兔子什么的 可遍地都是 谁让咱们是朋友呢 吃亏占便宜的 我认了 这一坛子酒 换你的两只鸡 肯不肯啊 自然肯了 求之不得 就得这么换 你快去锅里取鸡 这坛酒归我了 黑衣人哈哈一笑 老叫花这时 已经掀开锅盖 捞出了两只锅里的鸡 不由得一正 这两只鸡 显然是鸡厨 每只只有拳头般大小 身后响起了 黑衣人的声音 老兄 我这鸡不错吧 顿手没有 盐是不是放少了 说完 起开从外面提进的 那个酒坛子 双手抱起 放在嘴边 徒子喝了起来 老叫花子转过身 用手拎着两只小鸡 一眼看见黑衣人 正抱着酒坛子碎笑道 老兄 我的酒不错吧 是不是太淡了点 酒劲不大呀 黑衣人一口气 将酒坛子里的酒喝净 把酒坛子放在地上 擦了擦嘴笑道 我喝的不是你那坛 你那坛子酒 我还没开始喝 这一坛子酒 是我以前备下的 说着 又起开另外的酒坛 伸手指 沾了一点 放在指头上 舔了舔笑道 这老兄 是怎么搞的 你这是上了酒店的当吧 他们卖给你一坛子水 哎 这些生意人 老叫花闻言一看 赫然地上摆着两只酒坛子 知道自己留在窗外的 那个坛子酒 也让黑衣人喝了 所以傲丧不堪道 你这鬼家伙 我带来的酒 黑衣人匹手奔过 老叫花手里的两只小鸡 咬了一口道 你带来的是水 我这鸡 才是货真价实 就是小了点 可还能吃 要是不渴 可没人愿意喝你的水啊 老叫花子道 原来你早想用 这两只鸡除物换我的酒 黑衣人笑道 只是没想到 你会带来了一坛子水 也好 我有水喝 也总该感谢你 这只鸡就给你吧 说着 把一只小鸡递给老叫花呢 你抱了一坛子水来骗我 老兄 这可不仗义 你有什么话 还是明天再来说吧 但愿明晚你带来的 不再是水 老叫花子 垂头丧气地接过那只小鸡 又一下子扔在了锅里 这样的鸡 我饿死都不吃 说完 气羞羞地走出雾去 黑衣人 朝老叫花子的背影笑道 老兄 明天晚上 但愿你 别令我失望了 老叫花果然没让黑衣人失望 第三天晚上 他便提来了两坛子酒 一进屋 便起开坛口 历时酒相四溢 他一不说话 一屁股坐在地上 板着脸 对黑衣人看也不看 黑衣人也一言不发 在老叫花面前坐下 定定地注视着他 脸上浮着 深不可测的微笑 老叫花终于憋不住 盯着黑衣人道 怎么不喝了 喝光了 我明天再给你送来 直到你喝死为止 黑衣人 却不孕不恼 注视着老叫花 淡淡一笑 你不想我的肌肉了 我怕噎死 黑衣人轻轻一笑 又站起身 走到墙前 伸手取下了挂在墙上的一把刀 又在老叫花面前坐下 默默地看了看手中的刀 刀鞘斑驳 骨铜色 毫无光泽 他喂谈一声道 兄弟 你相信我这把刀还不老 老叫花双眼一亮 历时面露喜色脱口道 老兄威风拔面 这把宝刀从不会老 巧并无灰尘 想必老兄定日日五练刀法 故这刀法只能愈来愈锋锐 断不会老 黑衣人神色凝重起来 盯着横放膝上的刀 淡淡道 说吧 江湖上又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了 难道非让我这把刀出鞘不可吗 老叫花的神情也变得严肃了 天鹰侠 原宠武死了 黑衣人似乎早就料到 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惊讶 依然连头也没抬 淡淡道 我猜到了 他活着 天大的事也用不着我 若我没有猜错 你正是要我用这把刀 去割下杀害他的凶手的人头 这是天下英雄的共同心愿 能够为袁大侠报仇 血恨的也只有这把刀 你的刀不出窍 袁大侠定会晕沉海底 更主要的是 我猜想是武林正酝酿着无穷祸患 杀害袁大侠的人一定另有图谋 若我没有猜错 袁大侠必是中毒身亡 不知他死时是何症状 出事后 我们三个老家伙到现场去看过了 果实中毒身亡 神态安详 像是睡着了一般 当时袁大侠的手里 还拿着一本书 黑衣人缓缓抬头 望着老教化 他只是死在书房里 他手里的书 是翻开着 还是和尚的 是翻开着的 看样子 读了没几页 同时遇害的 还有他身边的四个侍卫 当时我们虽确认是中毒而亡 但却说不出是哪一种毒药 据我所知 天下只有一种毒药 才能使人死时 神态安详 就像熟睡一般 而有这种毒药的人 天下也只有一个 但这个人 已经死了多年了 你说的这个人 是不是西年祸乱江湖的 百毒邦的帮主慕容景 我也听说 西年 在你和袁大侠 联手捣毁百毒邦时 慕容景绝望是服毒自尽 慕容景西年自尽时 服的那种毒 和害死袁大侠的毒药一样 叫做睡千年 这么说 袁大侠之死 必与西年的百毒邦有关 或者也可以肯定地说 是百毒邦的余孽所为 好像是这样 但并非这么简单 任何人识别出这种毒药后 都会认为 是百毒邦的余孽所为 同时也会认为 百毒邦害袁大侠 是为了报西年 灭门之仇 但是 能够有机会接近 袁大侠 并且实施投毒 这并不是一件 柔腻的事 所以凶手应该是内部人 也可能是内部人 另有图谋 方与百毒邦的余孽勾结 得到了这种毒药 而若这百余邦的余孽 不是慕容景家族中人 也绝不会有此毒药 这样 范围就扩大了 这个内部人 可能是朝廷收买的内奸 也可能是江湖其他强势力的内线 可能就是内部人 想当总舵主 取而代之 可能有人贪图 神武教的财宝 或袁大侠手里的什么东西 但 无论怎样 百毒邦的毒药 是一条线索 至少我这样想 也许事实 根本不是咱们所想象的 因为 能够杀害袁大侠的人 也并非庸人 所以才希望你这把宝刀出窍 打虎的才算英雄 要打狗 我这打狗棒 会比你的宝刀好使 黑人淡淡一笑 伸手抓过旁边的油灯一掷 扔到乌角的紫草上 灯光立即引燃了柴火 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 老教化急忙跳起身 喊道 老兄 你干嘛呀 想把我们变成一顿烧鸡吗 你可以不要我的酒 你那墙上的美人画像 也不要了吗 你没见 他早就不在那儿了吗 说着 黑人抓起身边的一个包袱 我这一走 就不想再回来了 留这屋子何用 要喝酒 以后多得是呢 火石蔓延 越烧越大 很快 毛被火蛇吞没 而黑人和老教化子 已经下山了 老兄 我想到泰安府去一趟 黑人一边往前走 一边对身旁的老教化子道 我请你喝酒 吃山珍海味 老教化子仍然为那两坛子酒 而感到惋惜 闻言道 你应该去牢山的风月山庄 先见过袁大侠的四位夫人 她 居然有四位夫人 可有没有一个 叫做邢婉柔的 我在泰山隐居了十八年 对江湖上的情况陌生得很 可不是吗 你隐居之时才二十二岁 一转眼 已到不惑之年了 要不是逢年过节我去看你 你真的是山中无甲子 寒尽不知年了 老兄 你别大哈哈 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你是说那邢婉柔 是不是成了袁大侠的夫人 对不对 告诉你 袁大侠的四个夫人 没有一个是邢婉柔 大夫人叫水丽娘 我曾见过她一面 她是袁大侠的师妹 二夫人叫东方珠 三夫人叫棱雪玉 四夫人叫柳碧瑶 依我说 这四位夫人 虽然都算得上标志 但最美的一个 还是要数老三棱雪玉 但 她和你墙上挂的那位 可是差得远了 老兄 能否告诉我 那墙上的女子 是何方仙女啊 何必明知顾问呢 她就是邢婉柔 我不是曾经跟你说过吗 我所以风刀江湖 多半是为了她 难怪我不记得 十七八年了 我早望耳旁脖子后去了 只是 不知她怎么 袁大侠竟然 老兄 我是说 我请你先去泰安府 一则是好好地吃喝一顿 二则是剃头刮胡子 在买身像样的衣裳 应该应该 你有银子吗 我有银子 还会拉着你去 你这家伙 我算鬼 也算不顾你啊 只愿在酒馆喝酒 能赢了你 也算我胜了你一回 月东声 夜空 繁星点点 两人脚不停 边走边谈 直奔 泰安府 这个黑衣人 就是人称 宝刀王的 天雄侠 江远峰 而老教花子 自然是 丐帮帮主 古三亿 泰安府 有一家最豪华的酒楼 叫 慧仙楼 这一日 慧仙楼 来了两位 不同寻常的人物 店伙计之所以一眼就发现 两位人物不同寻常 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辫子 没有辫子的人 就是大有来头的人 对大有来头的人 店伙计分外显得殷勤 于是 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坐在了楼上 雅氏的餐桌旁 并吩咐店伙计 连酒楼最好的酒菜 端上来 雅氏 是专门为那些 有身份 有来头的人 而设置的 招待 自然十分热情 就在这两个人 坐在那儿 等着酒菜时 又有三个 没辫子的 华福公子 走进雅氏 坐在这两人 不远的桌旁 也吩咐店伙计 连最好的酒菜 端上来 而这两桌酒菜 都没端上来时 雅氏内 又走进了 三个书辫子的人 一个尖嘴猴腮的 小老头 两个丝丝纹纹的 白面书生 他们在一张桌旁 落座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 另外两桌旁 坐着五位 没书辫子的人 面面相去 显出了 惊慌的神色 但见 桌旁坐着两位人物 一个是 好手苍苍的老叫化 破旧百结衣 右肋下吊着 百宝乾坤带 身旁立着根 打狗棍 另一位 是一位中年人 头上是遮阳帽 披着件 黑色斗篷 内衬黑色的武士装 脚下是 薄底的快靴 这一切装束 都是崭新的 遮阳帽下 是一张黑兽 而棱角分明的脸庞 那中年人 两道剑梅 一双鹰眼 鼻梁高而挺直 嘴角挂着一抹孤傲 眉宇间 透出无畏和刚毅 左腰旁露出 佩刀的刀把 一个黑色的包袱 放在了餐桌的一角 见了这两个人物 那尖嘴喉塞的老头 暗暗吐了吐舌头 低声对旁边的 两个书生模样的人道 一人必有奇象 这两位必非等闲 说着 有头目去看那三位 华福公子 接不到三十的光景 相貌都很清秀 身材适中 每个腰上都配着剑 显示武林中人 看完 这小老头又低声 对两书生道 这三位公子也是有来头的 今日咱们算来对了 巧遇这么多江湖人物 其中一书生笑道 张兄 遇上不遇上江湖人的 与咱们喝酒有什么关系 似乎你对佩刀挂剑的人物 很感兴趣是吗 我对佩刀挂剑的人 倒不感兴趣 感兴趣的是那些 不输辫子的人物 在这年头 不输辫子的 都是英雄 不畏达子 想咱们 只能当顺民 没能耐 我要是会武功 我也不输辫子 我也不怕砍头 正说到这里 店伙计走过来 问他们三位吃什么菜 喝点什么酒 这尖嘴猴赛的小老头尖了口 对店伙计笑道 王三 我张快嘴和懂秀才 还有古秀才 乐意吃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 找前天我们来的时候 吃的那一桌 只是那呛三丝里 少放点辣椒 哎 好宁嘞 那店伙计 黑黑一笑 就在店伙计过来 招待三人时 另外两张桌上 已经摆上了酒菜 果然是山珍海味 非常丰盛 显然是酒楼的上等家 瑶珍修和好酒 那自称张快嘴的老头 游牧见了 不由扎了扎嘴道 我说都非等闲吗 看人家吃的喝的 多气派 东兄 你说 人活在世上 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品德 俗话说 什么都可缺 只是 不能缺德 缺者 会受人鄙视 遭人白眼 虽生于世 而犹活于冰窖之中 可见生不如死 张兄 以为然否 非也 古兄 你说呢 古秀才 稍一丝寸道 文才 古语说 为君子者 不换位之不尊 而换得之不从 不齿禄之不果 而齿之不薄 若具文才者 必修德广 何换位之不尊 禄之不果 事故 文才 为人生 罪不可缺 张快嘴 又摇头道 非也 二位 随知书 懂理 且连这么个简单的问题 也答不准确 看来 今日这顿酒 我是要白吃白喝了 董秀才 面色赫然道 人生于事 不可缺少的乃是 有情 无金则贫 无有则孤 贫尚可耐 粗衣淡饭 足以度日 孤则不可耐 古人说 万两黄金一得 知心一个难求 知心者 良有也 事件 有情 乃人生 不可缺少的 张快嘴 微微摇手 样子甚是 莫测高深 古秀才道 人生于事 不可缺少的是志向 无志者 由行尸走肉 其声 浑浑噩噩 难成大业 庸庸碌碌 虽生有死 而有志向者 发奋激动 以图功名 出将入相 端得辉煌 两者间 茶之天壤 而只因志向有无 故 人生于事 不可无志也 张快嘴 摇手微笑 只是不言 董秀才和古秀才 面面相去 破费神思 董秀才道 也许人生在世 不可缺少名称 名扬侠耳 人皆仰慕 设法以攀之 清心以孝之 光宗耀祖 显赫门庭 为名为利 世人之所求 不可缺少 古秀才皆声道 全世亦世人之所欲也 人求之梦寐 奉若神明 前耀祖宗 下阴子孙 该是不可缺之 话未说完 电火机 已上了韭菜 二位秀才 只是不好意思 直背冻住 齐齐望向张快嘴 一求他指点迷津 张快嘴自己夹了口菜 放在嘴里 又喝了口酒道 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吧 人生在世 最不可缺少的是 吃喝穿 不吃 那得饿死 不喝也得渴死 不穿也会冻死 有人醉生梦死 花天酒地 你们说 乞丐就没这个能力吗 他们就不想吃饱穿暖吗 二位仁兄 怎么不喝了 是才咱们不过闷得无聊 随嘴胡说 其实有些事 也真让人听了气氛 就像济南城的巨父 黄浦静出的那门子事 哼 可是济南城天府巨父 黄浦静吗 他又出了什么 令人切齿之事 我们怎么未曾耳闻 都说秀才不出门 便知天下闻 而你们二位 却是寡闻得很 大件事 几乎传遍了山东省 那个黄浦静 不知从何处 听得世上有一绝色美女 叫邢婉柔 便在城门口 贴出了一张寻美榜文 若是有谁 能为他寻到那位美妇 并送至成天府 他将赏黄金万两 你们说 这个老财主 是不是钱多烧的呀 听说榜文贴出没到三天 各地送美者 已超一百人 都说自己送去的美女 是行宛柔 那后来呢 自然不是 黄浦静便留下了 几个出色的 余知赏金赠银 全部遣回 据说直到现在 送美者还络绎不绝呢 可见 金银的诱惑之大 也更有 耗力多士之徒 花音刚落 旁边桌上 有一位华福公子 转过头来问张快嘴 阁下所言 可是实情吗 自然是实情 我张快嘴说出的话 从来都是千真万确 假话废话 虚话胡话大话 我从来不说 怎么 这位公子 也对这件事感兴趣 实不相瞒 我们三人 乃是来自关外 正要欲询那位 叫行宛柔的美女 始终一点阴信 也没打听到 是才听阁下所言 方知 早有人张榜相寻 真乃好事 既然这样 三位何不去成天府 三位岂不可以 一睹先姿了 看来阁下是 消息灵通之人 据人说 那行宛柔名满天下 多年来 有意他的人 从未停止过寻找 怎么都未找到 还说他情场失忆 已经自尽身亡了 但不知 他曾经与谁 有过一段佳话 阁下 能不能告诉我们 我曾经耳闻过 一些传说 但不知 三位尊姓大名 先乡何处啊 在下 古一胡 人称 玉面魔星 又指旁边公子道 他是我的义兄 马逍遥白英杰 另外那个 是我的三义兄 来去无影雪云飞 江湖人称 我们三人是 昆仑三浪子 哦 久仰久仰 三位的名头 在中原地方很亮 今日相见 真是幸会 阁下若不介意 你们的账 就由我们付了吧 只求你 为我们多介绍一下 邢婉柔的情况 那实在不好意思 但既然三位公子 这么慷慨 我们就恭敬 不如从命了 那邢婉柔的传说 很多 其中最可信的说法 是西年江湖上 有两个不分伯仲的侠客 一个叫天鹰侠 袁崇武 一个叫天雄侠 江远峰 这两个侠客 由仇人而厮杀 后势均力敌 英雄相惜 结为了好友 但这两人 都爱着 这个邢婉柔 后来听说邢婉柔 送给天雄侠 江远峰一幅画像 天雄侠就隐居起来了 他为好友 牺牲了自己的所爱 而那个邢婉柔 有没有跟天鹰侠 后来就不知道了 有人说 是流落到海外去了 有人说 他发现天鹰侠 另有所爱 一气之下 自尽身亡 还有人说 他后来又去找天雄侠 两人隐居一处 众说纷纭 莫衷一世 但最近这两年 传说又有了新的内容 说这个邢婉柔 既恨天鹰侠和天雄侠 都起他不顾 一气之下 坠入烟花 到苏州当了妓女 改名叫苏娥梅 着实是红透江南啊 人们屈之若鹜 纷纷赶到苏州 欲一睹这位名记 风采先知 放屁 一个粗野的骂声 打断了张快嘴的话 林桌有一个小矮子拍案而起 走到张快嘴的面前 怒目而视 冷冷道 你再敢提天鹰侠一个字 我就割下你的舌头喂狗 你若吃饱了撑着难受 那就回家哄孩子去 少他奶奶的在这儿 成口舌只能 胡说八道 张快嘴被小矮子 骂了个狗血喷头 定眼一看 此人穿着一身灰衣 背后背着一对铁棒锤 两撇黄胡须 一对耗子眼 蛤蟆嘴 还露出两颗虎牙 其貌不扬 火气却不小 张快嘴被小矮子 骂了个狗血喷头 虽笑道 小兄弟 干嘛发这么大活啊 我又没骂你八辈子的祖宗 也没说你逛窑子搞女人 我自己的嘴 我乐意说什么就说什么 谁管得着啊 再说 哎呦 你怎么还打人呢 啪 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张快嘴惨叫一声 一张嘴吐出了一口血 鞋里还有两颗大牙 抬眼一看 出手打自己的这位 不是小矮子 而是个身高过丈 粗腰宽背 壮如笨牛 凶死金刚的大汉 这小不善一样的手掌 想来还没有用力 不然能一巴掌 把他打飞出窗外 再飘出二里地 才能飘落下来 所以也不敢再骂 用手捂着脸 怪兮兮的对着大汉道 朋友 咱们井水 喝水 两不犯 你怎么帮着他呢 王八蛋 瞎了眼的东西 没看见我们 坐在一起喝酒吗 告诉你实话 大爷我叫彭彪 人称大理神 他是我兄弟 铁矮子蒋六 我们都是神武教的 你出言 胆敢侮辱我们的总舵主 先赏你两个面饼做警告 下次再敢说一句不敬的话 就让你脑袋扳将 张快嘴真是暗暗叫苦 自认倒霉 言多语失 今日这亏 吃得可是不小 无意间 瞥见旁桌的昆轮三浪子 遂心中恼火 若不是这三个小子 让自己说 自己怎么会平白无故地 挨了这份冤打 而他们却在一旁看热闹 想到这儿 便朝那昆轮三浪子哭 丧着脸道 三位公子 我这该打该骂 也就罢了 而他们骂你们 你们可就这么认可地听着 他们说我吃饱了 回家哄孩子 这分明是你们 让我说的这些 铁矮子蒋六 很快就明白 这快嘴是在挑拨 力声道 快闭嘴 你是想让这三位朋友 为你出气吗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挑拨 你还是老实点吧 昆轮三浪子文 眼交换了一下神色 彼此会议 鼓一胡 冷冷一笑道 这位小朋友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会相信他呢 他说的那些话 的确是我们三位兄弟 让他说的 你们打了他 分明是不给我们面子 彭彪哈哈大笑 难道你们昆轮三浪子的面子 就很大吗 任何人侮辱我们总舵主 都不行 你们三位也不例外 想找什么美人就找去 别扯上我们总舵主 最好也别扯上江大侠 只因你们这些个人 还不配提到他们的名头 白英杰豁然而立 手按剑柄 冷冷道 阁下放尊重险 若没学会尊重别人 我们可以教你 我们并没有侮辱 蔑氏天鹰侠和天雄侠之意 只是打听 那位行婉柔时 谈起此二人 二位何必如此动怒 铁矮子蒋六 冷冷一笑道 好大的口气 凭什么 就凭你们多了一个人吗 要打架 我们不怕你们 你们若觉得 我们打这个 快嘴胡说的家伙不公平 那咱们就到外面 论个公道 神武教的人 也许有让人打怕的 却从没有被人吓怕的 薛云飞也站起身 瞥了蒋六一眼 轻蔑一笑道 对付你们 这两个无名之位 还用得着我们三个人 如果我们一个人 不打趴你们俩 我就改姓蒋 蒋六冷道 这可是你说的 可有一点先得说明白 凡是外人改姓蒋的 在我们姓蒋的家谱上 都得排在三孙子辈上 彭彪哈哈大笑 那姜老弟 今日起飞白捡了个孙子 我也要当爷爷了 薛云飞恼羞成怒 一伸手抽出了配件 待我在此 就劫过了你们 蒋六剑冷冷一笑 抽出背负一队铁棒锤 双手一分道 这玩意儿 谁也不用回家献取去 老兄 两家事 就在这雅士打他一家 老彭彪应了一声 转身回到桌旁 一玩腰 从桌上捡了一条 碗口粗细的熟铜大棍 冷哼一声道 市里的哥们爷们 吃完饭 可快点出去 我这铜棍可没张眼睛 到时候死的白死 伤的白伤 花一出口 室内另几桌的食客 嘴黄黄然 负账 虎匆匆离去 有的还没吃完 也不敢练桌了 到了门口 遇上雅士就餐的食客 也被顶了回去 灯是一阵大乱 不乱的是那两个 不寻常的人物 老教花和黑衣人 两个人已经喝了 三坛子酒 却还在喝 似乎跟前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依然一碗一碗的对饮 就像十年八年 没有喝过酒的酒徒 彭彪见这二人 对自己的话充耳不闻 若无其事 不由恼火道 喂 两位前辈 我们要在这打一架 你们 不怕剑身上血吗 薛云飞直剑在手 也附声道 要喝酒 不妨选个别处 刀剑无眼 别为了喝酒丢了脑袋 话音未落 那老教花转头 披了他一眼 黑黑一笑 小子 这话 是你说的 你可真聪明 跟我想一块去了 我早就想割掉脑袋 从脖子里往里灌酒 用嘴喝呀 真是麻烦 看你的剑也不错 就过来 帮帮忙 割去我脑袋 这样 我就可以喝过这位朋友了 世中人 据事一正 老教花出言戏弄 显而易见 天底下歧视再多 也从未见过 割脑袋 还能喝酒的 待仔细地打量这老教花 几人的心中 都有些发毛打出了 鼓一呼轻笑一声 对那教花失礼道 老前辈 莫不是盖帮帮主 顾前辈吗 我们眼拙 上起恕罪 怎么 我老夫身上贴着标签吗 你们说是 那就是吧 小子们 你们在这儿 大呼小叫的 闹什么呀 影响了 我跟这位朋友喝酒 您老人家 既是盖帮帮主 那就请您给评评理 看 到底怨谁 我们正在这儿 好好喝酒说话 这两位老兄过来 伸手就打 说的是 老人家 你看一看我这脸 牙都给打掉了 你应该是 天底下最受人 崇敬的老人家了 你一定会 主持公道的 哼 你们这帮 有眼无珠的小子 这里坐着 抢我十倍的大人物 你们 何不请他 判断个公道 我在这么大人物面前 还能说什么屁话 说着 得意地瞥了 面前黑衣人一眼 择得一口 喝干了碗中酒 轻而易举地 把这辣手的事情 给推了出来 室内众人 无不惊诧万分 比盖帮帮主 还强十倍的人物 在江湖上 道闻所未闻 所以 一同投向 那个黑衣人 一看之下 都觉得盖帮帮主之言 或许不错 此人之气势 果非寻常 真的 令人望而生畏 黑衣人 连头都没抬 徒子一晚 接一晚地喝酒 仿佛置身旷野 正面对 清风白云 毒瘾 老家话见了 对众人道 你们 不认识我 这位朋友吗 他就是西年 与袁大侠 并驾齐驱的 宝刀王 天雄侠 江远峰 声音不大 但一言刚出 不由令人 闻之震惊 无不肃然起敬 昆仑三子 互视一眼 一起向黑衣人 施礼 鼓一胡 恭声道 久仰江大侠 微名 今日相见 乃我等三生有幸 多有叨扰 还望 不知不怪 那铁矮子 蒋六 和大力神 彭彪 也一起施礼 蒋六道 我们是神武教的 无名走卒 今日有幸 见到江大侠 也不须此生了 旁边那快嘴 和两个秀才 面面相去 见凑不到跟前 便远远地 向黑衣人 一起鞠躬 然后悄悄退至门口 匆匆忙忙地 溜了出去 都吓得冷汗沉沉 黑衣人 缓缓望着 昆仑三浪子 淡淡倒 你们走吧 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们的账 还有姓张朋友的账 我们都代付了 算是见面的一点表示 谷一胡 毕恭毕敬道 恭敬不如从命 这是江大侠 看得起我们 我们这就告辞 后会有期 说完话 昆仑三浪子 悄然退出门去 黑衣人又把目光 投到了蒋六 和澎湖的脸上 淡淡倒 你们的账 我们也代付了 我下山时 谷帮主 已经向我介绍了 有关你们神武教的情况 不知你们二位 属于哪个堂口 属于五魁堂 乡主是 拱大年 拱乡主 分管河北 山东两省 如果江大侠赏脸 能驾临我们乡主 驻地济南 拱乡主定会十分高兴 亦是 本堂众兄弟之荣幸 黑衣人 赫然就是宝刀王 天雄侠 江远峰 文言 他淡淡倒 我还有事 要到牢山 暂不能去济南 但你们可以回去 告诉拱乡主 去承天府打听一下 黄浦静 张榜寻美的事 必要时 可以阻止他 任其下去 会伤害许多无辜女子 劳而无功 遵命 你们骑马了吗 未曾骑马 如江大侠虚用 我们可以去弄一匹来 这里 我们有许多同堂兄弟 去弄一匹来吧 我们如数付钱 你们 没见我身边 有位财神爷吗 天底下 除了皇上 就属他最富有了 老教话竟说成了财神爷 还成了 仅次于皇帝的第二巨父 蒋六和彭镖 强自忍住笑 走出了雅市 江远峰也走下楼 来到了会仙楼外 好